离婚后呢,我经人介绍,处了个对象 最开始我们彼此都对对方挺满意的 也一开始都是奔着一起结婚过日子的目标去的 可毕竟嘛,我们都是已经离过婚的人了 不可能像年轻人那样你浓我浓的 但是在我第一次去了他婆婆家以后 我就坚决不同意我们再继续处下去了 这个是一个网友给我分享的他的一个故事 接下来我就用第一人称来给大家讲一讲 我们两个人呢不是一个地方的人 我们老家相隔有一千多公里 所以我要是嫁过去的话那就算远嫁了 然后因为他们老家那边呢是属于山区 而我们这边是平原 我嫁过去的话那绝对是不习惯的 因此我也去跟对象提过这个事情 然后他就说没关系的 到时候我们两个人一起努力 就在我们打工的这个地方买个房子就行了 就住在这边吧 当时我一听我心里觉得非常高兴的 因为我觉得嘛他正能为我这么着想 然后我们就继续朝夕相处 就大概除了有半年左右 对象就跟我说他妈妈要过生日了 让我陪他一起回去 就当顺便接见家长 于是我就同意了 然后回去的时候呢 因为他妹妹也是远嫁 所以大家就一起回去 说全家人一起聚一聚 当时我呢心里有点说不出来的那种忐忑的感觉 比较犹豫 这时对象就跟我开玩笑说 你怕什么呢 丑媳妇也是总要见公婆的 更何况你长得也不丑啊 被他这么一说 我的心里死气也就放松了 就同意跟他一起回去了 我就开始准备回去的礼物 因为你毕竟去见公婆 不可能两手空空的 对吧 我就给准婆婆买了两套衣服 我对象呢 他在离婚前有一个儿子 一直跟着奶奶 所以我也给他买了很多衣服 玩具还有零食 然后小胡子家呢 也有两个小孩 我也给他们买了不少衣服和零食 就这样 我就弄了满满一箱 全都是带回去的礼物 对象呢 他也拎了一个箱子 里面放的都是我们俩换洗的衣服 就这样万事俱备 过了两天 我们就准备出发了 我们当天一大早就开始坐车 到了他们老家那一块 中途还转了好几档车 到了晚上十点多钟才到了他们家 我本来嘛 坐车就比较晕 等到我到他们家那个时候 我已经吐的 我腰都站不直了 真的是特别的累 这可能我感觉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坐这么远的车 我也从来没有出过这样的远门 后来到了他老家那呢 婆婆和小姑子 他们就特别热情的过来帮我提东西 然后还问这问那的 还叫我们回去一起吃饭 但当时我呢 胃特别的难受 我就跟他们说 我也是实在吃不下了 我就想躺下来稍微休息一会儿 这个时候对象就把我扶着 因为我的腰啊都已经直不起来了 我一路上都在吐 我吐的感觉自己胆直都要吐出来了 我对象就把我送到阿丽的房间里说 让我先休息一会儿 我就在床上躺了刚不到半个小时 门口就听见动静 我一看原来是对象他儿子进来了 他进来以后也不敢靠近我 就在门口那边偷偷的看着我 我看着他呢 我也就赶紧爬了起来说 你快过来 看阿姨给你买什么东西了 他还是站在那不说话 然后就支支吾吾了半天 突然叫了我一声妈妈就跑开了 当时我听到他喊我妈妈后 我的脑子就嗡嗡的 多少呢 还是有点意外和惊喜吧 毕竟他如果能叫我妈妈的话 就代表他已经认可我 当时我心里还是挺开心的 我一颗悬着的心呢 也终于算是放了下来 觉得一家人呢 应该是很好相处的吧 第二天呢 就是婆婆的生日 我们一大家都早早的起了床 因为我嘛毕竟是第一次来他们家 怕别人说我 说是娶了个懒媳妇 虽然当时我身体还比较不舒服 但我还是起了个早 过了一会儿吃完早饭 大家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张罗起来 客人也慢慢的开始来了 他们那边办事的时候 来的人还是非常多的 镇子上的人也基本上都来了 还来了许多外地的亲戚 但我呢也不认识几个人 他们互相介绍啊招呼的时候 我也听不懂他们的方言 反正他们那里有个习俗嘛 就是人过来的时候 我要帮人家敬茶 然后我对象一边告诉我 这是谁这是谁 一边让我给他们倒茶 反正倒茶那个茶壶 那一天上午我就一直在手里 没停下来过 再说了 我公公他毕竟不在 所以我对象他就特别的忙 一会儿弄这个 一会儿弄那个 他也是忙的团团转 他再给我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以后 就走开了 和他前脚介绍 我后脚就忘记了 我就不记得了 很多人叫什么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看人家水杯空了 我就马上回去给人家上满 那一个上午啊 我感觉我整个人就是提着那个水壶 这个时候呢 小姑子就走过来跟我说 嫂子 你不需要给人家喝那么多的 我也说 我也不知道 我给哪些人倒过 给哪些人没倒过 我也分不清楚呀 再加上我们本身也都是第一次见面 多少就有点尴尬嘛 我觉得我也听不懂他们那里人说话 就像个傻子一样站在那 最后呢 我看见他们在那摆弄桌子的时候 我就想着嘛 估计可以要吃晚饭了 我也终于不用再倒开水了 我就把水壶放到了厨房 过了一会儿 我就看见他们陆陆续续的就开始上桌了 但我不懂他们老家的一些风俗 因为像我们老家那边办事的话 都有人告诉你 你应该坐在哪位置 或者坐在哪一桌 都是提前安排好了 他们这边呢 我就不懂情况 我也没看见我对象和小姑子他们在呢 我就不敢乱跑 我就站在那 我看所有人都坐下来了 也没有人喊我 我就觉得比较尴尬 就一个人进了房间在那玩手机 我就想嘛 我还毕竟我对象他也记得我嘛 到时候吃饭的时候 他们估计会过来叫我的 想不到差不多过了一个小时左右 我对象才急匆匆的跑进房里来说 你怎么还在这里不吃饭 当时我真的是很委屈 但是我又怕跟他说起来又吵架 我当时呢 其实也是委屈的想哭了 他进来又问我这么一句话 我就想着呢 你家我又不熟悉 又没有人叫我 你们家的几个人呢 都跑到别的地方去了 也都没人来招呼我一下 他还问我说 是不是因为我昨天身体不舒服 还是不想吃 我就没理他 他说大家都快吃完了 等一会儿你跟我去给我妈进一下酒吧 我这时就说 吃饭的时候你不叫我 一个人都没想起我 现在进酒的时候又来叫我 我说我到底算个啥 我是你家火金吗 我当时啊 这个脾气就上来了 我就说你早上叫我进了半天的茶 你那个时候忙 我也不怪你 但吃饭的时候 你们一个人都想不起来我就算了 我说你进酒的时候 你倒是想起我来了 你怎么这个时候就知道 还有个人在房里了呢 你还问我吃没吃饭 我到哪里去吃饭 我一个人都不认识 我一个人坐在那里 一个人吃吗 那多尴尬 你们一家人这个时候都跑哪去了 我也不知道 你现在叫我去进酒 我不去 要去你自己去吧 对象这时看我生气了 他也连忙的跟我道歉 他说这是他考虑的不好 因为他们这吃饭的话 都是每人随便找位置的 他没想到我还没吃饭 我这时就说了 你怎么一有倒茶进酒的活 你就找到我 吃饭你就找不到我 虽然说这个呢 是你们这边的风俗习惯 但我这是第一次来吧 你们那里的和我们老家相处这么远 我怎么知道你们这里的习惯是什么样的 我的声音也就渐渐大了起来 我就说了 我感觉我跟你们家不是特别合适 我们还是不要再处下去了 他看我这样生气 又在那哭 他就连忙把他母亲和小姑子叫过来一起看着我 一起照顾我说 对不起 是我忽略了你 我说这不是风俗的问题 说白了 你们一家人都没有把我放在心上 但凡你们有一个人把我放在心上 你们都会想起来 我这是第一次来你们老家这边 你们都做什么应该叫上我 哪怕有一个人来叫我 我今天都不会这么的难堪 今天来了这么多人 这么多桌子的人 我一个人站在那里没饭吃 换成是你们 你们家会怎么想呢 这时可能是外面的一些亲戚也听到了房间里面吵架了 就来了几个妇女 他们在那里就劝我说 但是我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我这个时候看围在门口的人也越来越多了 我就拿上我的包就冲了出去 我的对象看我跑出去 他也连忙追了上来 就一边追一边说 这里离我们住的地方那么远 你又不是认识路 你也不认识这里的人 你这个时候能跑到哪去 先别任性了 我们先回去吧 有什么事情等大家都走了 我们私下里再说好吧 你要是真心吃不下的话 等会人散了 我带你去街上吃好吃的行不 我说不是说要你一定要带我去吃好吃的 你往后带我 我都没有心情吃得下走的烦 有没有好吃的 我不在乎 只要你家能在乎我 把我放在心上 我都很高兴 但是你现在就算带我去吃山珍海味 我也吃不下 我没那个心情 我说我也不怕笑话了 都已经这样了 人家笑不笑话我 我也都不知道 后来我对象看我坚决不同意回去嘛 就说我把你送到镇上的宾馆可以吗 于是我答应了他 晚上我就在镇上的宾馆上面住下 晚上的时候对象又一直打电话 跟我道歉 我这时就跟他说 你不用再说了 我第一次来你们家 你们就这么不重视我 更不要说以后来了 我真的觉得我们俩不是特别的合适 我们也不要再相处了 你回去吧 第二天一大早呢 我就把宾馆的房间退了 我就自己走回去了 在我们回来以后 我就跟男朋友提出了分手 后来他发消息给我说 就因为这么一点小事 你就把我全盘否定了吗 我说不是这么一点点小事 我们呢都是离过婚的人 也都受过婚姻的伤害 我在意的一点是 你心里根本就没有在乎过我 我为什么还要跟你过日子呢 我不可能以后再离第二次婚吧 以后大家都不要再联系了 从那以后呢 我也就没有再跟他联系过 屏幕前的你们对于我的做法 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在评论区下方留言 谢谢大家